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手相 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也是手蚊 但其实除了手蚊之外 一个人手掌的厚薄 手指形状也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详细分享 如何从手的特征看出自己是富贵命还是穷苦命 一 富贵手的特征 一 手掌柔软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感觉特别柔软 看不到有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 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 而且心灵手巧 很会赚钱 这样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难干 头脑清晰灵活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 最关键是他们一生财运很好 尤其是天财运 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 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 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 此外 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 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 二 手掌厚实 罕见的十大富贵手相文 其中之一就是手掌较厚的手相 手掌较厚的人注定可以做大事 他们聪明能干 吃苦耐劳 财运事业基础好 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努力 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 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 也一直在默默努力 保持低调 这样手相的人容易发财 也是常见的富贵手相 三 太阳秋风龙 我们的手其实和我们人生的运势有密切的关系 例如我们太阳秋的部位和财运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我们命中的吉祥程度密切相关 太阳秋一旦崩塌 富贵吉祥不易 但是如果太阳秋足够茂盛 你今后的命运就意味着终究有用不完的财富 也有吉祥的生活 可见太阳秋风龙的人 自己也拥有巨大的财富 而且如果他们自己足够努力的话 那么他们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 四 水星秋饱满 水星秋即使就是无名指和小拇指下方的区域 也是钱财文和财运线所处的位置 这一区域代表个人所具有的财运和经商的才能 水星秋饱满乃是常见的有才首相 此外 这一首相也代表着 其人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 善于交集 应变能力很强 若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 肯定能够获利丰厚 五 有贵人线 所谓贵人线 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 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 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 如果手上有贵人线 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 而且贵人运特别好 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这种首相的男人财运极好 赚钱厉害 大多能够拥有很多资产 家人也跟着相付 由此首相的女人 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 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 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 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的 日子过得非常富裕 六 有三豹纹 首相中食指上的一条红纹 叫做纸节纹 如果是三条纸节纹 便叫做三豹纹 通常拥有三豹纹的人 他们的财运比一般人要好 而且个人的财运 多数是来自于好的桃花 因为这种首相的人 他们的感情婚姻运势很好 嫁贵夫取贵妻的几率很大 总之 有三豹纹的人 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另一半 成为大富大贵之人 即掌心纹路相互交叉 在相学中 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 呈三角形或者方形 通称为财库 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 也不是很多 有也是模模糊糊 不太清楚 如果掌中交叉得很明显的话 表示此人财运极好 有一定的资产 一生都不会缺钱 他们天生就是富贵民 即使不用太辛苦 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 这样首相的人 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 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 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 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 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 通常都是做的风生水起 收入可观 日子过得非常富裕 八掌心藏水 所谓掌心藏水 指的是把手平摊开 中间整个凹陷下去 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财运也非常的好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 由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 智商情商都很高 人际关系较好 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 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 容易获得成功 他们不仅会赚钱 更会理财 比如买些理财产品 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 并从中获利 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 赚钱容易 存钱也很厉害 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 九 终止细长 细长的手指总是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终止长的话 在手相学中 终止代表人的交际能力 所以终止长也是典型的富贵之兆 生这个命的人 不仅自己贵人运势极胜 而且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 得到家庭的力量 可以顺利度过一生 安乐享受 晚年时期是长寿民格 所以这样手相的人 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富贵 也在晚年时期也显得富贵 十 无名止长 如果一个人无名止 生得很长 跟终止差不多长度的话 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 有天赋 脑子灵光 会赚钱 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 不管做什么职业 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就能从中获利 而且收益可观 无名止长的人 一般都特别聪明能干 颇有智慧 做事有头脑 大多数都是靠脑子吃饭 不用太辛苦 就可以把日子过很好 钱财不缺 相反 如果无名止特别短的话 那就表示此人辛苦劳累 而且可能比较喜欢赌博 总是想着一夜暴富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 最后一败涂地 二 穷苦手的特征 一 指缝过宽 在首相学当中 指缝比较宽的人 往往被认为是握不住财 因为指缝太宽 就像是杯子 破了一个洞似的 里面的水 会不断地从洞中流出去 也就意味着 钱财会从指缝溜走 指缝宽的人 可能有一定的挣钱能力 在赚钱方面 很有自己的头脑 但是想要守护好这些财富 却是极其困难的 因为这类人大多缺乏理财观念 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节约意识 在消费方面不懂得节制 所以很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 而这种不良的消费习惯 也会给他们的经济 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压力 越是年老 越是拮据 二 食指弯曲 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 会导致食指弯曲 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 需要常见的用手劳动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 是紧撇着中指 则说明这个人 手才能力很好 相反的 食指向外弯曲 则是破财的特征 说明这个人 只能任劳任远地工作 注定要过穷苦日子 三 手掌平而担保 在手相中 若是一个人的手掌 掌得平而担保 则这样的人 天生的福气比较淡 福禄也不强 存不住钱 手掌粗糙 就是干活的命 不仅如此 这样的人 在生意场上 也没有主见 容易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后半生的财路 比较浅薄 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 一辈子都是老路命 四 财运线暗淡 所谓的财运线 其实也叫做成功线 如果现文不完整 这类人大多数 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 做事马虎 不细心 诸事不顺 常常会意外破财 不善于理财 控制能力差 没有什么耐心 天赋也没有 事业运势不佳 政财方面 没有什么发展性 也就是说 想要通过工作升职 加薪 爬到最高职位 可能性不大 偏财运也不忘 五 生命线断断续续 生命线断续续的人 在金钱上 容易跟人纠缠不清 与人相处 会出现问题 建议用一些吊坠 来增强 人气和谐 不然可能会有 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 现实生活中 没有自信 处事态度 不够端正 体力不好 生命力不强 有贵人相助 但是本身 运势很弱 生活单调无几 没有生活情绪可言 耐心不强 自卑消极 中年起 身体逐渐出现问题 会花费一大笔钱 在于健康上面 导致生活 越来越贫困 手上的特征 能够看出 一个人一定的运势 但不能完全决定 所以在后天 我们依然要努力生活 这样才会有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